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才宣布英国立刻跟进 由于欧洲国家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度高 无法向美国说断就断 而全美进口俄罗斯原油每天大约20万桶 只占俄罗斯出口量5% 相较于欧盟40%的天然气 27%的原油都必须仰赖俄罗斯 这一波经济制裁美国拿得起也放得下 而大多数美国民众也举双手赞成 为了降低经济冲击 英国选择循序渐进 逐步脱离对俄罗斯的依赖 而欧盟则暂时不会跟进 但总部设在荷兰 全球第二大石油公司壳牌 上周遭爆料以低价购买俄罗斯原油 引起舆论踏罚紧急发出声明 即日起停止购买 这大动作势必重创俄罗斯 俄国不甘示弱高峰被喊话欧盟 而事实上美国祭出能源制裁前 布兰特原油已经飙上14年新高 每家轮来到4.17块美金 随着油价飙涨万物起涨在所难免 但美国已经宣布将释出3000万桶 储备原油力求减缓对全球的冲击力道 三里新闻还生不到